原标题 孙杨三亚庆26岁生日 周敬鸿 天亮等人到场祝贺 新京报快讯 记者孙海光 今天上午12月1日 孙杨从澳大利亚飞到三亚参加国际永连年度颁奖盛典 巧的是 今天也是孙杨26岁生日 从机场到酒店 大批粉丝在为孙杨送上生日祝福 周敬鸿 天亮等也参加了今晚的生日会 上午10点 孙杨经香港转机赶赴三亚 一个月的澳洲训练让孙杨晒得很黑 脸部流有一个明显的永近矿印 接受媒体采访时 孙杨称澳洲训练一个月效果明显 腿部力量 出发 转身等细节都有提升 今天恰逢孙杨26岁生日 很多粉丝从全国各地赶来 晚上更是在酒店举办了一个生日party 中国游泳协会主席周敬鸿 前跳水银降天亮 秦凯等人都参加孙杨的生日会 这次领导要求一定要回来 其实本来生日也就在澳洲过了 生日每个人都会过 但大家对我的这份情意在每一年生日都会更好的体现出来 孙杨称情的一年会用更好的表现回报外界的关怀和期望 明天晚上 国际永连年度颁奖顺典将在三亚进行 这是该颁奖礼首次来到中国 今年在不达佩斯市锦赛拿下两金的孙杨成为获奖热门 此外 今年的颁奖顺典还安排了两个特殊奖项 分别是中国最 据突破运动员奖和中国最佳人气运动员奖 孙杨也是后一奖项的有力争夺者 谈及明晚的颁奖盛典 孙杨看得叫淡 这要多年了 奖项和荣誉已不再是最重要的 其实在你走上领奖台的一刻 就已成为过去 我更看重的是在中国泳坛属于我自己开创的鲜河 奖项年年都会平 不在于多与少 重要的一个国际组织 还有中国游泳对你一路走来将近十年 包括过去的2017年对你的认可 孙杨称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在做实现自己梦想时能得到尊重和认可 这个才是最开心的 责任编辑 张玉